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吹起来 吹起来以后打结 要注意把球嘴多预留一点 待会我们用它来做小象的尾巴 好的 我们先留一个一指宽的小泡泡 从尾巴开始做起 留好以后 我们做一个三指宽的单泡结 然后做两个三指宽的环结 这两个环结就是小象的耳朵 好的 做好以后我们再留一个三指宽的泡泡 把它变成双泡结 留到一起 这就是小象的身体 好 做好现在是这个样子 接下来我们连续留两个两指宽的泡泡 好 再连接回前面 这个两个环结的中间 连接进去 好的 连接好是这样子 然后再留两个两指宽的小泡泡 再连接回后面这个尾巴 好的 连接到这个节点就可以了 好的 那么这样子 这四个泡泡就是小象的四条腿了 接下来我们把剩下的气球 从四个泡泡的中间 把它折下去 变成这个样子 再把气捏一捏捏软 扭一个小泡泡 再连接到前面 两个环结的中间 好的 这个泡泡就是小象的肚皮 调整一下 好 现在是这个样子 接下来剩下的气球 我们来做小象的脸 先有一个两指宽的泡泡 然后做一个小一点的二阶 好 做好以后 再留一个两指宽的泡泡 再连接回两个环节的中间 好的 做好是这个样子 接下来我们再留两个 两指宽的泡泡 好 把这个节点连接到前面的二阶 好的 做下来是这个样子 剩下的我们来做小象的鼻子 我们可以在尾端的地方先打一个结 我们要用它做一个苹果结的形状 好 先在这里打一个结 然后我们要把这个结推进去 先把里面的气挤到另外一端 打结的地方 好 然后再把结点往里面推 推进去以后 从中间摸 摸到这个结点以后 捏住它 好 在大概两个指头框的地方 这个地方抓住旋转三圈 再把这个结点 再反推回去 这样就可以把它锁死了 好的 这样子反推回去 好 我们调整一下 把泡泡的位置都摆放好 这样子一只小飞象就做好了 喜欢气球的朋友记得点关注 你也可以在评论区跟我留言 我的微信是 CS小咪 我是气球君 让我们一起开心的玩气球吧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